一名骑士他违规把机车骑上高架 巧孩不肯停车 而两名援警一名在右边一名在后方 而最前面还有一位热心骑士 看到警方在抓坏人 也是加入了警方的围捕行列 三个人是用口袋战术的方式 把这名通缉犯最后是包夹了起来 但是是遭到这名嫌犯撞倒 而其中这一名热心骑士 因为他本身就已经脚骨折受伤了 竟然是忍痛 妇伤还站起来压制这一名嫌犯 而这个惊险的场面就发生在 这个月的22号下午4点多 台一线高架桥上面 这名通缉犯他是在 刑警辅仁大学附近的时候 因为心机可疑被远景盘查 但是他拒绝盘查逃逸 还骑上了高架桥 幸好过程中有这名30多岁的 灵性热心骑士来帮忙围捕 他表示因为过去曾经在派出所 担任过替代役的工作 了解警方这个追捕的过程 所以当下是热心的加入 警方追捕的行列 不过他时候是把这整个过程 PO上网络 因为他有提到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 蛇行危险驾驶 还有驶入进行机车道 多项的交通违规 希望路过的民众如果有看到的话 千万不要检举他 而他的车子也在这个追捕过程中 造成了一些维修的部分 警方也是掏了3000块 来负责他的车损维修费用 以上是为您找到情形先把时间 交给旁边直播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